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幅大作 画着一个人在沙漠里 大喊 天不下雨啦 李狗蛋仔细一看 我这高层次的剧本观众不懂啊 只好一脸绝望的将稿纸揉成了一团扔掉 这时 敲门声突然响起 是一个妹子的声音 李狗蛋立马起身 打开门一看 不但声音好听 人长得还特别可爱 李狗蛋一颗小心脏砰砰跳个不停 也没管人家妹子说啥 就在一边摆造型 一边心里一吟着 妹儿啊 你看哥哥这性感的双下巴帅不帅气 直到当门被关上的时候 狗蛋才发现有点不大对劲 自己莫名其妙的收了两张水 这不会是新型的传销骗局吧 一想又不对啊 我也没钱啊 狗蛋一想到那大白腿露肚奇的妹子 忍不住春心荡漾起来 想跟他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想完之后 狗蛋开始研究起水来 你看这个水 又透又轻 瓶子还又长又硬 肯定不是普通的水 但这时 狗蛋转念一想 这是妹子的水 关我毛事啊 好像有一件很重要的事给忘了 是什么事情呢 对了 稿子还没有写啊 狗蛋一个侧身转体360度回到座位继续创作 但她还是一直想着 妹子为什么要让她保管水呢 哦 一定是妹子过几天要和一群男人出去野营 而妹子是负责准备水的 但是她要出去野营的是要对某个男人保密 那就是有事没事都喜欢揍她一顿的男友 而且这几天这个男友刚好要到她住的地方来 所以她需要有人帮她保管水 就在狗蛋就要被自己的翠里说服的时候 她突然看到瓶子上有一行小字 这不是水 啥 不是水 可狗蛋凑过去仔细一看 那字却不见了 狗蛋觉得肯定是自己老眼昏花了 不行都赶紧写杠子了 于是狗蛋准备把水收起来 可这时她又有了新的发现 原来这些水都是被打开过了的 看来这些都是假冒伪劣商品 赤裸裸的二手水啊 但狗蛋却不这么认为 一高人胆大的她拿起来就喝了一口 嗯 这刺鼻的味道是八六年你奶奶的洗脚水吗 狗蛋被熏的脸竖了好几次口 水都被她竖停了 狗蛋整天一想 这种高猛的生化武器怎么能留在自己这里呢 万一出什么岔子她可负责不起 当即打定主意还给妹子 顺便看看能不能趁虚而入将妹子占为己有 来到妹子门前还没敲门 妹子就直接给开了 一边说着 哇 大哥谢谢你 我现在正需要水水 最近不下雨人家都没有水水了呢 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狗蛋那可是一脸懵逼啊 想回去找妹子 却发现她家门把手都烂掉了 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 突然狂风大作 太阳升起 狗蛋发现自己处于沙漠之中 原来之前的一切都是狗蛋想象出来的 终于清醒过来的狗蛋 只能靠着这瓶水活下去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今天不省水 明天喝洗衣浇水 大家要爱护环境 节用水哦 点个赞